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看本期的关键一把,目前国服S1素散啊,还是这个18岁转散男孩,不知道到底是不是18岁吧,但要打上国服第一,确实需要非常强的操作,就是这些年轻小伙,像我这个19岁老男孩就不太行了,大富武女挑酒加心理双奶阵容,这刀阵容对于素散来讲就一个子,男,男什么呢,男拿刀, 他但凡前期能有突破,我觉得这个局都是一个多抓局,就比如他能够在1分40秒以内击倒一个人的话,我觉得都是多抓局,但是你想抓武女,好不好抓,想想都知道不好抓,抓挑酒时好不好抓,想想都知道不好抓,心理学家稳定三刀,然后心理家这边如果说进到武女的八音阵,他也是反正玩的,这边的话,不过这个心理带的是一个搏命啊,板子拍了丢了, 散压,这些破板,我们看天赋啊,带的是张皇加碗流配两点踩板子,过来,好的,有机会,能比一起的,这地方没有飞轮,那就看后续有没有调酒时的酒,以及这边武女的八音阵了,武女的八音阵,有,不好了的,不好了的,这边的话过来帮忙拍板子, 闪现过去摇零,追刀,没能打中,回身砸板,但是抽刀抽中的 1分40秒以内的击倒,那这个击倒呢,我觉得穷主,有这边还有个地下室,没有真剩的可能性,保平都很困难,非常非常困难 因为这套这种他们的残局是很难去突破树散,大家可以看到,这套这种调酒时的残局,他要是要有牵制能力,他得干嘛,他得把加速就留下来,他或者得翻箱子,有道具才行 武女的话呢,八音阵我觉得不一定留得到开门阵,也得翻箱子,大副也是能练,快发表你真觉得能,能够用得到开门阵,开门阵能给你留一块 先打你刀,到二阵,好,这边,追刀 想打一个弱体刀,再回身过去找大副吗 丢伞,然后看一眼,这边武女的位置,有摇零找大副,这时候你摇怀 这个牌表,可救,那算了,逼出一块牌表可以了,咱也不抬,对不对 丢伞过去把这个心理拳挂上就可以了,不会是排得很清楚啊,这细节拉满了 如果能击倒大副呢,我觉得是板上钉钉的夺抓,现在呢是一个宝瓶真胜,真胜面应该是在68.73% 我们来看密码机的一个进度,现在的话还差一台半 下一波救人,这里似乎是武女准备来救 双重八音盒 但救我不排除能救得下来,但你这个 心理学啊怎么走呢,三层八音盒这刀还打中了 捞下人,这还在插刀呢,哇,人救完了,滑步过去,这边甚至还想再下个板子 那只能在这里面绕了,原来在这里面绕了,有一说一呢,这个八音盒机放的蛮好的 你踩我八音盒,我这边就转点,这里的话是直接利用一个摇铃取消了砸板的后摇弹 解速非常严重,我觉得调酒师这边,心理学啊这边走错位置了,他不能往这个方向走 他得回到这个八音阵 没有飞轮的,他得回到这个八音阵的 他回到八音阵的话,我觉得才有活下去的可能性 你还真别说他回到八音阵,那边武女戴凡得帮忙扛一刀 什么都有了,这扛一刀,这插刀时间 真的什么都有了 这样的话找到大副 再逼出一块怀表,这边是有闪现的,开吸魂,大副只能交怀表 怎么不可能大副靠这板子,不交怀表 那,调酒师这边的利马鸡 可能会被干扰吧 这局,确实有一个没想到的点 就是武女那波救人救的这么漂亮 但,毕竟没有能把这个心理拳保活 再往后打的话,还是偏向于堵伞的一个多抓 郭主主应该是一个稳定的多抓 应该是一个稳定的多抓 这边反向丢伞,过来找你武女 位置上面稍微丢过头了一点点 但是这边一个摇铃摇中的,好的 八音阵,不行 把一人挂上,大副被捞下 调酒师这边给上一口酒,自己再调一瓶酒 大副的话,倒是还有一块怀表 这里是想把人往远了挂 然后再点过去,大副那边机子78 大副凶这边的机子嘛 这台机子他不一定能点得掉啊 但,速伞这边是不是没法骗这个大副的位置 这里的话,丢伞变白 一手吸魂,打一刀 那边的密码机还不够 过板刀,击倒的是大副 这样的话,大副待会救下来以后 这边是一个,上话费 但大副有一块怀表 武女这里的话,收起自己的八音阵 丢伞拍点,没拍到 这边是有闪现的 闪现一刀 密码机 点亮的话这边有摇铃 能亮吗 没亮,这边是 哎呦,调酒师过来就有大霉了 一个吸魂 大副,这边的话交互 交互不了,蓄力刀 一刀走你,好的 还是路人局,穷者这边 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 刚才调酒师那边 真的去起鸡子的话 点亮嘛 可能还有一点点说法吧 这样的话是一个两人开门战 人挂飞以后 怎么的,留一个三抓勇 知道这种的一个后续 确实是不太好 去跟那个素散打 但素散前期的一个追击 只能说他这边抓到了 没抓到的话,其实很难打 前期想抓谁都没有那么快 就我觉得正常牵制的话 牵制个一分半是起步 两分钟是中等 甚至有更久的 比如说让这条酒师牵制 配合这边武女的八音盒 或者说刚才这边素散 不是那么火断 然后武女这边 帮帮帮帮一找条酒师 这边的话给上一口酒 这个心理学也有可能再流起来的 看一下 门的话还不一定能开 这个局甚至有可能是一个四抓局 听到声音了 有摇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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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摇铃 有摇铃鞋 摇到了 好的 距离不够 再来 好的 本期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 下次见 再见